左翰說TNU的Desco之前在跟IMP的比賽當中 其實他的鶴威就是出了女神之類的一套 我覺得要看一下說就是打線上有沒有壓力 因為如果有些人的打線技術是夠的 他出水滴就是可以一直維持推線的話 那其實確實是不太需要去做火炬的 但是有些人去做火炬是因為想要跟 想要去搶小炮的線 他想要在線上小炮還沒推贏 他用一個QE就已經把一條拼 吃完之後跟打野去做碰撞 所以我覺得那是要看一下選手 然後再對到對方的一個線的壓力 而去做一個裝備的選擇 了解 那這裡的話 勒布朗剛剛是先順步上去 偷到了15塊錢 那莫莫現在也是 努力的想要追回經濟開始釣魚 對 你偷錢我來釣魚 但這裡的話是先抓到了一個L33V 可以先往前打一波狀態 但L33V好像也有偷到錢 對 但這樣子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 就是現在才1分10秒嘛 回補回來之後經驗值是不會掉的 哇 現在藍方經濟已經領先了47塊 對 大幅的領先 但這裡的話 定特 還想要繼續往前打 但這個牛被打血量就有差囉 但回到線上 最大的影響是已經沒辦法去搶到比較好的草叢了 對 所以第二分的下路組合是可以搶2的 這裡的話 某某 掉到了3塊錢 恭喜 三個都是小獎 這邊還稍微拉了一下線 這邊還稍微拉了一下線 而且安克斯看起來是沒有打算要吃水瓶的 想要靠著自己的被動技能 等一下來慢慢恢復血量 第二分真的進步 他們拉這個線其實也很到位 因為原本法洛斯如果正常上線的話是可以吃到冰煙 可以吃到金煙的 但第二分拉了一個線讓這個 法洛斯好像是有掉金煙 對 讓法洛斯掉了一個金煙 但這裡的話 而且對面的輔助是牛的情況底下 法洛斯也不能撐1等的時候去做太冒險的 而且DFN拉這個線有一個最大的好處是被迫DNU的眼 就一定要去放這個一槽 不然就沒辦法去抗函這個線了 所以DFN在細節上面都做得非常 處理得非常好 而且這裡DFN要2等了 2等 往前胸 走上來往前壓 再繼續中奧 真的假的 這是DFN 兩把比賽DFN的下路線 都算是把DNU壓著大 你覺得一隊是有下來二隊去 幫忙教訓一下小學弟 對 就是幫忙教學一下 看這個線要怎麼打 因為在細節上面真的都做得很到位 是 就像PCL其實多數的隊伍 他們的成績也都是跟PCS的一樣嘛 就是PCS的隊伍越強 PCL的隊伍可能 也就會跟著進步之類的 可能在教學上啦 這邊練到了 而且兩邊都掉了砲車 造星過來 UG閃線按出去 但是造星跟閃 只有一個W拿下人頭 這是不太能死的耶 雖然說剛剛看起來 這個畫家是有在小兵的後面 盡可能的不讓對方練到 可是 不知道是對方的練太準 還是他其實是有意 就是沒有意識在防這件事情 看起來 剛剛其實賀威是想要往前去支砲車的 那勒布朗是靠著那個空隙 去做一波強力的喚醒 對 因為如果以打野沒有干擾的情況下 其實賀威本身有 他捏著EQ 就是很好的去 控制技能 對 去那個 放置對方的途徑 對 勒布朗踩上來的時候 是很好的恐懼到 但是因為 自己要吃兵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被打野去做這樣的Gank 這邊兩邊的打野交會 但兩邊 就打個招呼 嗨 走了 下路還算是持續的在做壓制 對 但 所幸是牛這隻角色 自己本身還是有一點回復能力的 這裡還可是閃現過來 但是並沒有達到很好的效果 兩個人都被萬劍啟發給射中 對 賀威沒閃現的話 TNU這邊就是 比較簡單的策略 就是繼續來注重路 而且只要是線不好的情況下 都是可以去拉扯中 就是一直去找他麻煩的 那麼這裡MOMO 畢竟能暈到了 反而MOMO自己狀態被壓得很低 不僅是自己的磨量 血條其實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 對 這裡Q 再轉到一下 TNU現在重新的把向前給壓回來 但是理心過來了 牛是沒閃現的 所以他就要插到安克斯 三牛就好 三牛就好 往前去打 哎呀 但是Q沒有命中 而且這裡的話 LO33V還想要繼續操作 但是Dint先拿下了安克斯的人頭 對 這個Q雖然沒中 但是已經走到一個死位了 對 無所位 再加上說 對 牛是沒有這個閃現的 對 不是走到死位了 走到那個位置已經是無所位了 不管怎麼樣都會死 沒錯 那 造星也是往下看了一波 畢竟這裡下路線是要往前推的 而且要再繼續誇獎一下 DFM的打野跟下路的搭配 因為 下路組合就是只要線拳 他知道 哎唷 這個練到 就是他知道 TNU的線是要推 回推回來的 所以 對方的視野也還沒有時間點出去做 因為剛剛都是被DFM給壓制了嘛 所以只要線拳 跟盤對方的視野布置 就可以來做這個game 我覺得DFM的溝通是非常到位的 這裡安克斯看起來是對Yuji有點想法 還可以是閃現過來 扛到塔了 哎唷 但DESKO扛了兩下塔 Yuji先上到6的 對DESKO有點想法嗎 對 原本TNU的中也是可以一直去找賀威的麻煩 但是因為DFM的下路組打得太好了 加上說線不好的情況下 其實會鏡像的讓造星沒辦法去gank中路 反而會被綁在下路會變得比較多時間 是的 看到了回復的時間 那看要不要再攤一波呢 哦 賀威是沒有TP的 對 他在第一波被抓死以後TP就已經先暗了 是 那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DESKO這名選手 就是 勒布朗算是他的招牌角色 對 那他以前就是曾經在閃電狼的二隊擔任過練習生 那後續也有加入過DWT 那 第一個賽季的PCL也是由他去 就是去年的夏季賽 也是在TNU擔任首發 對 我對他比較熟的時候 是在帶LSC校園的時候 嗯 就是 但他那個時候的狀態其實 就是被下放回來校園的時候 他的狀態好像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是 只是最近好像又回來打比賽 然後目前的狀態是不錯的 我就聽說 欸 但這裡的話 大招先開啟 文家還想要繼續往前去修 MOMO的狀態又已經被壓殘 而且MOMO是沒有TP的 MOMO的狀態又被壓殘了 這裡鱷魚的血量很好 有機會去做月塔嗎 這一波大波冰淨 MOMO手上是有捏一個反擊風暴 看一下文家 這一波想要怎麼操作 先刺塔 先刺塔 但李鑫踢上去 李鑫跟趙姓都是無等的 對 這裡W是有刺到HAND 那雷尼克頓最後也沒有打算選擇月塔 這邊配合著瑞兒過來 想要找趙姓的位置 Defen的下路又跟打野去做連動了 Defen也包過來 而且安克斯也有一個海克斯閃現在牆上 Defen這邊 這裡想要撞 但是Defen是沒有練到的 最後一個破甲箭 成功地把HAND給收下 而且L33B的位置很好 也把Yuji給砍死了 這邊造型還能夠再回頭打 配合著Defen過來 Groundhood也已經倒下 只剩下一個定騰 專注射擊 但是現在旁邊有四個人 我不專心 這裡已經倒下了 你喊什麼啊 什麼我不專心 就是專注射擊啊 射一射發現旁邊有四個人 我就分心了嘛 我就死掉了 很好很好很好 拉回來講 我覺得Defen的進攻是 我個人覺得很好 他們這波應該要贏的耶 奇怪 而且Defen是先到的 因為法洛斯是比較慢到的 我們來看一下 被牛陰到了 他們根本不知道牛會過來 第一時間 李鑫這邊我覺得好一點的話 真的要講操作的話 李鑫第一時間閃現早一點交 他這邊狀態好一點都可以反打 可是確實像你講的 牛的位置給到Defen太大的壓力 而且法洛斯原本慢到的這個情況下 又變得是很好的去進行戰場的收割 所以最關鍵的還是在視野的布置上面 那個牛確實讓Defen 算是有點難招架 就李鑫吃到 第一時間吃到太多的招了 哇那這裡的話 Defen A 已經輸了3000塊錢了 現在對於Defen A來說 又有點頭疼了 對 Defen原本想透由下路的優勢給踩出去 然後去進行野區的進攻 但是就是因為視野差的關係 讓這波的進攻 變成是對方裝備上的優勢跟領先了 所以在L33V是先到了L6的多連鎖 是又綁到 這裡牛過去是被魔法水晶界給定住了 導致Q秒按出來 對 但這裡練又練中 Defen A打掉了半條血 而且剛剛TNU的下路 法洛斯拿到了這個經濟 這裡拿下了擊殺 而且Kurakuto跳過來 自己是這個減速的一個狀態 按了一個閃現 有WQ嗎 有 WQ在UQ 有留到破甲箭 成功一箭把人射下馬 TNU感覺要從下路不斷的撕開破口了 而且這把的法洛斯是帶這個 是那個 偷錢 偷錢的 偷錢的叫什麼 先發智人 先發智人 我上面又講另外一個詞了 你差點又講兩個字了是不是 對 差點又講兩個字了 那這裡的話 最後Kurakuto雖然是有按出自己的閃現 但是他下馬的形態速度還是比較慢 就是 一直在講說法洛斯這個 他只要帶先發智人這套 是沒有拿到人頭裝備上都有領先 那更何況他拿到人頭之後 一直不斷的疊自己的經濟 他現在裝備上的領先 已經讓Defen的下路原本的優勢 是沒辦法踩出去了 是 這的話Defen A打掉血量被壓得很低 尤其大招捏著沒有出手 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 邊線的賈克斯了 但目前看起來其實他也活得蠻掙扎的 對 因為下路真的這個裝備差距 太難打了 但對於上路來說 其實上路我們剛剛鏡頭看到的時候 也都不是很好受 所以這的話造性過來想要來看一波優勢 但優勢沒有誰推 我覺得現在考驗Defen的是 怎麼樣去做鏡像的交換 因為現在的經濟烈勢 如果一直碰撞的話 反而是TNU更想要的 所以他怎麼樣去做視野的佈置 第一天查到TNU的進攻 然後去鏡像的拿到優勢 我覺得是Defen現在可以去練習的東西 沒錯 但是六重應該也是要成功的掉到TNU的身上了 可能要看一下這一波Han有沒有辦法 往下路去做進攻 或者是來吃這套小龍 Defen又跳上來 所以拋前這一套的樂不朗也算是蠻紅的 Defen這邊察覺的速度還算蠻快的 中路想要來一波 初手想要射Defen但是沒有成功命中 那這樣子原本要把吃小龍的時間 拿來GAME中路的話 就沒辦法去動這個小龍了 現在對於DefenAE來說 唯一能夠找機會的魔法水晶劍剛剛也已經出手了 對 而且法洛斯的閃性又快好了 待會瑞兒騎的話 只要被拉掉身位再被法洛斯反綁的話 其實Defen都很難去做碰撞喔 沒錯 現在經濟已經正式的來到4500塊的差距 這裡練又練到Yuji E出手是沒有恐懼到人 點C版其實能夠出這種盧燈的角色其實也很強 因為在上個版本其實盧燈就已經被改過了嘛 現在都是直接都是充能滿的 六伐 對 充能滿的直接做傷害喔 所以像LP阿 只要能夠出盧燈的角色其實都蠻強的 對 對 這把安克斯又想要出手嗎 造星是已經下來的 但是李星也在旁邊靠著這裡W先起手 安克斯自己的劣力衝擊反而是先POP出來 造星還想要戳 但是並沒有成功的戳到瑞兒 這裡的話想要擊火 但是Defen已經先到多了連鎖 是綁到了瑞兒這裡瑞兒已經下馬正亡了 還可以繼續躍喔 因為Defen的血量比較慘 而且可以卡一下賀威的位置 對 賀威來的位置很差 不錯不錯 這裡先可以來個局部的4打2 Yuji的閃現是被逼出來了 而且沒有辦法遲緣到自己的下路線 欸牛 這裡L33V還在跟Dint對點 TNU出現實物 L33V把自己的閃現已經先交了出來 那這的話透過一個TP來寶兵 過來的是一個鱷魚 而且這邊閃現大招造星是只有成功的 把人給掃開來三個人頭 硬生落地 其實TNU一開始失誤是蠻大的 先講一個點就是其實LB是不需要回線上 他們把賀威打閃之後要繼續來做包夾 其實不需要 鱷魚其實是可以省一下這個TP的 他們其實在這波的交換上面是可以省一個TP 但是鱷魚來之後還是要把 一定要把這個人頭給拿掉 所以TNU還是在後續的反應上面做得蠻好的 是 那這個練又命中 現在Momo只能夠往後跑 自己雖然手上是有一個閃現的 但是跳延 但是跳延 Let's go 沒有打算要拿自己的閃現去做太冒險的進攻 對 因為閃現的話基本上也會被對方反應到 嗯 Momo回家也是把自己的三項之力給憋了出來 對 這裡Hand想要去做一個進攻嗎 但是自己是孤身一人的 輸 現在對於賀威來說 地獄開局 030 現在就是真的看能不能拚看看發育跟 找看看TNU給的機會 這裡又被鑽到了 對 自己是沒有閃現的 但是這裡 趙勢沒有打算要冒然去做進攻 現在下塔其實也在差一個護甲層 就要被吃掉了 對 TNU下路線也是回頭來做壓制 現在DFN基本上沒有太多的進攻點位 因為現在的裝備不支持他們去主動打進攻 TNU現在AD已經兩箭裝了 愛奇第一箭都還沒有出 這樣對於DFN-A的下路線來講 確實很不好受 這一撮也撮空 沒有撮到安克斯的身上 其實我覺得DFN在這一波上面 可以做得更好的就是 他們已經在上一波很劣勢的情況下 可以配合著用這個調線的方式 去讓下路雙人組去上路去做壓制 而且也可以在這一波 有機會交換到預示者 但這裡兩邊的大招互換 中路已經先打出了一個單殺 我們先來看一下下路的這一波團戰 LO33B 防守一個多的連鎖 但是進化是由解開來造性把人給掃開 反正手的位置很差 而且破甲箭一箭雙掉 把兩個人給射了下來 李星也已經死掉 而且同時在上路也已經打出了擊殺 這一波是一個ACE 那真的沒有辦法 中路跟上路對位上面 就直接被進行單殺了 那還是像我講的啦 我覺得他們這一波 應該是要去做換線的 因為你烈士方 你一定要用更多的戰術去 彌補線上的烈士 但你不這麼做的話 就讓TNU有更多這種對位上面 可以拿到優勢的機會喔 哇 這一波很簡單的一個擊殺 對 而且這裡的話 MOMO的血量已經被壓低了 還要跳上去 這麼勇的嗎 那 那我已經不能說什麼了 誰給他的勇氣呢 你又要講梁靜蘿是不是 我沒有說啊 我沒有說 你要講這種爛的是不是 那這裡的話 DFMA唯一的支撐點 MOMO也已經倒下了 嗯 現在對他們來說 確實有點絕望 對 那對於TNU來說 死掉只有安克斯嘛 那今天的宵夜看起來要請定了 就來看一下TNU 有沒有打算 靠著這個預示者繼續去做進攻 現在15分鐘 來到1萬塊錢的經濟差 對 主要是現在沒辦法太支持DFMA 打碰撞的原因 是因為艾希現在的裝備 其實連一箭成裝都沒有 然後賀威也是沒裝備 再來就是你要去邊線殺那個鱷魚 先來鱷魚的裝備 你要花三個人的能力以上 才有辦法抓到 那TNU有這個預示者之後 他更能夠去用預示者 去跟你做到更多的交換 但看起來 這裡打算想要兩個人 三個人想要來越 三個人想要來越 殺他不死我覺得 那文家思路也很明確 先把小兵給清掉 對 而且這一隻牛也很聰明喔 知道對方 沒辦法在正面上面給到機會 輔助就來cover邊線上 最有危險的人 我覺得TNU在這波的溝通 也做得很好 沒錯 聰明的牛 這裡過來先cover自己的雷尼克頓 把線給推出去 那在一隻對面下半 一箭就打了半血 在一隻對面 人都在下路線的情況底下 DESKO也是不斷地在做壓制 一個QW印記爆開來 就打掉了半條鞋 甚至連鏈子都沒中 而且李鑫刷不了葉了 一直被做壓制 現在李鑫很難受 沒錯 看起來他這個寵物但是 有點打不太出來了 對 現在對於TNU來說 兩分鐘以後 小龍會出身 對 這個DESKO 一個二一印記 但對TNU來講的話 他們其實 不是主要以小龍為主 主要是以二十分鐘 因為他們現在又是太大了 要直接拿八樓 對 雖然左邊的法洛斯是poke的 但是 DFM遲早都要來做視野的情況下 他只要做後眼位 給鱷魚有更多的落後途徑 或LP的側切進場角度 其實就可能夠把這個比賽給輕鬆收下來了 沒錯 那對於DFM A來說 好消息是 剛剛看了一下 艾希爾雲若在剛剛的回程出出來了 壞消息是 法洛斯的第三線狀況出出來了 沒錯 裝備差距實在太過巨大了 現在光AD的對位 就已經領先了四五千塊錢左右 現在等於三線都出不去 所以視野面只能做錢的 咦 藍某某的位置很差 但是造型的大招是空了 後面的TP過來是一個賀威 賀威的TP 反而賀威的位置可能會變得很不好 被安克斯一個人給盯住 而且這裡文家已經太過於巨大 一個人想要繼續往前去做進攻 L33V的輸出位置很良好 而且文家根本不會死 還想要繼續往前去做進攻 但是U級的絕望螺旋 打在了鱷魚的身上 根本不痛不癢 李鑫還有辦法起舞嗎 李鑫後手還想要踢嗎 但隊友是沒有辦法跟上輸出 所以掉底放棄了閃線頭 但是定層的反應也很快 閃線直接按出來 李鑫繞了一個很大圈的位置 想要來刷河蟹 其實這波的 就是反手圍攻的想法 也是好的 因為他看到LB 是交過TP去上路線的 所以他們覺得想要用人多打人少 李鑫要倒了 要死了一個Q 閃線直接踩嗎 知道對方沒踩 閃線踩 人倒地 而且這裡的話 最後一個腐敗劍魚 也是成功的把李鑫給收了下來 這裡兩個人想要來抓Dexco Dexco最後被一個點燃給點死 是 但是邊線的人 這樣等於 這個邊線的塔有點難守 但是看起來是沒邊線的 邊線還在滿後面的位置 這裡法洛士還想要蹲U級 但是 這裡的腐敗劍魚是並沒有命中的 這裡是凱克斯閃線頂 是成功的把人頭給拿了下來 原本TNU其實不想打這波進攻的耶 只是看到二位走出來了 然後他後面又沒有人 那既然你都出來了 我有什麼道理不殺 沒錯 那這裡的話 Kurahudo還想要留人嗎 想多了 這裡的話 預示者應該是可以撞到第一頭 再看一下這波的進攻 就是 第二分想要進攻的原因 我覺得也跟 LB是TP上路有關 所以第二分這邊 算是領先一個TP的 嗯 我只有一個明鏡之水是 有把領先給保住 這邊已經是過了那波團了 這邊已經是過了那波團了 對 33V 三箭半 直接掏出來 巴龍還有20秒後 準備要出身 競技差現在是14000塊錢 對 這把來說 比較大的問題 可能就會在於DF&A 前面入野的那一波 嗯 又頂到了 被頂到了 進化瞄解 有 33V 破甲箭是沒有出手 這句話Kurahudo還想要繼續留人 但是 隊友都已經趕過來 冰箭是命中到勒布朗的身上 但這裡的話 Han還能夠走嗎 勒布朗踏到了兩個人 造星 李星也是踢到了兩個 對 但效果並不顯著 那這樣抓到李星位置的話 看要不要再繼續給壓力 或者是LP 利用LP的靈活性去抓看看這個 對 李星喔 把李星給抓死 巴龍就可以逼出來自己 回到了 造星的身上 沒了 那之後二一印記加上練 是成功的把人給擊殺掉 TNU 有打算要回頭來動這個巴龍嗎 安格斯靠著自己的走位 先扭掉了Kurahudo 李星死掉 是可以來動看看巴龍的 沒錯 而且鱷魚在下面 是需要很多人來做防守的 對 所以的話 對TNU來 對DFAA來輸壓力很大 鱷魚在下線帶的話 就是 下二線囉 好喔 好 好啊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你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應你 好 但這邊應該成功吃掉巴龍了 沒什麼問題 所以巴龍是由TNU給拿下 對 巴龍拿下來以後 經濟差正式來到了一萬五千塊錢左右 現在對於DFAA來說 平均一個人輸一件裝 對 主要是也很難開戰啦 因為LB太靈活了 然後加上說法洛斯他自己也有夜色圓界 所以很難到很難開到他 而且現在的LB出了驚人之後 他有更多的操作空間 甚至去留人 讓自己在一個很差的位置之後再開機能 去做開戰 其實TNU就很好的 可以獲得到遊戲的勝利了 是 就其實 對於 但我們先看一下這一波 又頂到了Dint的身上 Dint沒有閃現 鱷魚想要進攻 但是被恐懼到了 反而是安克斯一個人 被留在很前面的位置 這邊Rail吸了四個人 但是畫面雖然很美 但傷害完全跟不上 反而是Rail已經倒下來了 而且這邊 文家閃現 還想要往前繼續做進攻 巴龍是拿下了TRIPLE C 這邊MOMO還在側邊 而且後面的一個李星也已經被抓死了 這裡L33V會倒下嗎 但是最後傷害依舊不夠 L33V拿下了一個Cordra Kill 哇 這個DFN這波開著真的很漂亮耶 如果裝備美術那麼多 我覺得他們都有機會 去做一些團戰的返潮 但是就是經濟輸太多了 真的差太多了 倒錯 這裡連一個人都沒有倒下 對 哇 這一波團戰 已經是DFN的最後希望了 還是這裡Kurahudo 護國神馬嗎 但是神馬 這裡要死掉了 27比2的一個成績 22分25秒 TNU大比分 拿下第二局的比賽 恭喜TNU 那這一場比賽 也只能說啦 就是前期 一樣就是進攻策劃的問題 我覺得 現在對於很多的日本隊伍來說